当我跟前妻打电话 让她来接我 什么位置啊 等一下我把车停了再说 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小兰 我接不了你 我跟你说我现在车上有人 我带人家办事去呢 不是 关键我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哪 这也搭不到车 这天马上都黑了 这我手机也没电了 这咋办呀这 不是大哥 你的小女朋友出这有了吗 你说我看你这位置在哪 什么蛋糕里啊 你别提了 我们都快到家了 这本来说 这是最后想在野外露营的 结果他说我撇到这 他说他有事他先回去了 这这咋办呀 我送你俩的资料 活该 不是咱俩已经离婚了 你的事我 我帮不了你 你知道吗我也管不着你 好自为之 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这晚忙就拿我送你去了 拜拜 不是小兰 是吧 不怕心头犹豫 眼底有霜 你被禁锅前 是 全方 顺着 我 还没喝血了 这 小兰你你你你你你这儿有时间能能能过来接我了 你你你你赶快过来吧小兰 小兰 我这么没有被那什么野狗野狼给吃了吧 哎呀不是小兰你跟这说这是干啥呢 我我这我这都快就吓死了 这这这我你赶快过来接我吧 我这我这手机都快没电了 哎呀你看我就知道你害怕吗 那你今天晚上又必须在那住一晚 那没办法 你看我这么好心还给你打个电话 安慰安慰你 然后怕你无聊怕你害怕我再给你 呃聊聊天儿接眼门讲这个故事怎么样 嗯 哎你知道吗娃头 就是这个世界上啊 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灵性的 不管花花草草啊 还是你身边的树啊 动物啊 它们都有灵性都是有生命的 尤其在那深山老林里啊 时间长了 你像可能你身边的树都已经几百 几百岁 或者几千岁了 就是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不是 全面平打住打住打住 不是小蓝 我今天晚上可能真的给他住一晚上 你别跟我说这行不行 我我打小 就是因为你要就是住一晚上 所以你要 到人家底盘的感觉 搞好关系 懂礼貌 知道吗 你要说拜拜 跟他说说你多有情 知道吗 你对不起啊 我还说 你好像跟我说过 就是你一岁那年还是怎么着 不是说你们村有好多禁地吗 那时候 老人都不让小孩过去玩 好像是有一个叫什么 收不来的 就自己走在那乡村野道上 然后突然就 不是小蓝 我 你 不是 哎呀你别逗我了 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你要不现在来接我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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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错了 我 我又再不跟人家推理了 我求你了 这边 这边好像还有野狗 这狗还在那边叫 我求你了 你快过来 我害怕 我怕死了 知道 我又说完 那我今天真的接不了你 我有正事要办 这样吧 我再给你最后一点提醒 我也不下去了 嗯 就是 你 今天晚上真的在那住的话 不管谁叫你的名字 千万不要回头 也不要答应 你知道了吗 哦对 我现在还有事 我先挂了啊 不是 小蓝 小蓝你别挂 小蓝 你过来 这咋回去 不是不是 这声音咋 小蓝 这么像的 这 我 我知道错了 我再做菜 不敢 这 我以后 回去 我肯定好好对小蓝 我今天晚上在那住 我去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 我错了 我求求你了 你走 你别叫我了 我不敢看 你走 我要是走的话 给你带的这些吃的 就 凉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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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